安囉哈 前面喵咪打戰爭時間啦 愛人家見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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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我們順便到我順便打環節了 好不好 那今天五點半的時間啦 要來領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 貓咪大廠爬玩玩活動獎勵啦 但其實我一直很不解的地方就是 他在獎勵怎麼發發發發發這個信箱就是 離大家很遠啦 通常就是 我大概知道了 因為他的信箱就是在外面嘛 然後平常也很少就是會在信箱發東西 所以就只有排行在會場的時候基本上會發啦 因為這個是要跟別人比拚的嘛 所以不是全服都發一樣的獎勵 所以他們也沒辦法就是各比的發 所以這個貓戰啊 這個 這確實也是一個很久遠的遊戲的 所以這方面的話就看得出來 這個就是最早的這種機制喔 所以還是比較難去取得到 但沒關係 拿掉我們這邊的這個 山坑暗貓眼石啦 沒問題 我們就回去我們的關卡環節 對啦 因為確實我們這邊的這個 就是信箱還說是在我們這個主頁面的這邊嘛 然後他左上角就是那個 大家可以去領取的這個 遺失嘛 就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所以這個設計 也算是啦 就是比較古老的這個遊戲的這種感覺喔 不過我覺得他如果之後可以把它設在這個 主頁面裡面啊 或者是可能直接發發是最好的 要不然這裡還要去領的話其實有點 偏麻煩 而且 有時候哲平都會忘記喔 像之前有好幾次的那個獎勵 我應該都沒去領啦 然後沒去領的話 好像也不會自動到包包裡面對不對 好像是這樣子喔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上一部影片跟大家介紹的就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全新改版嘛 就是13.4的這個版本更新 那我們這邊的這個 白兔女俠是可以世界進化的 那現在拿到三顆暗貓眼石 所以我們還缺差不多四顆暗貓眼石 我們就可以讓白兔女俠世界進化了喔 那這個就慢慢來打一下 反正這個假日的話應該會開這個 這個異界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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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這個直播 我們到時候再把這個暗貓眼石給他拿起來喔 來 機械反抗軍走起 那這個機械反抗軍的話 我應該是之前沒有把他打完啦 因為他一天的話大概只能打 一天好像只能打一次吧這樣子 所以之前的話應該是 只有打前面然後後面就忘記了 或是就是沒有再去給他打了喔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局面啦喔 所以我才會欸 好像沒有那個沒有點印象 結果到時候你知道嗎 到時候打到後面發現 欸 每一塊我都打了 然後原來是我自己本人忘記了這樣子 也是有可能的啦好不好 真的是完全沒在記這些東西的喔 好 重新啟動LV2也是沒有問題 有沒有看到喔 這邊就直接就會消失不見了 所以一天只能打一次啦好不好 這個 也沒有一天打一次啦 就喔 要360分鐘啦 然後66 36就是6個小時嘛對不對 這個360除以6嘛對不對 就是我們這邊就是6嘛 6就是6小時 沒問題 欸 除以60啦喔 但是也是頂麻煩 要等超久的喔 但沒有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今天有我們這個 點心桃花拳可以對戰啦 那這關卡的話總共是 一樣是6關喔 然後我看一下啊 這邊的話呢敵人圖鑑 如果在最後面有問號的話 沒有欸 哈 沒有沒有新的敵人嗎 怎麼可能 嘿 還是因為這邊是活動角色的關係 所以他應該是在 前面的部分 應該是啦喔 這邊都是活動角色 所以應該 前面這邊應該會有兩個問號 一個是上次那個 直輪貓的那個地方 我們還沒有打 喔 然後 應該會有兩個 再加上這邊的這個 超 呃 臨傳奇關卡的這個東西 照來說是吧 是吧是吧 不可能沒有新東西吧 歪歪歪 應該是有啦好不好 不可能啦好不好 哇哩哩 哈 還沒看到耶 哇這邊那個 隱藏角色真的是超級無敵多 對啊超級無敵多 一半了耶 你看一個問號 欸 沒有欸 欸好像是一個問號 然後前面這邊是那個 是那個就是什麼 超生命體的 超生命體這邊應該也會有再一個問號吧 應該是喔 對 對對對 這邊是直輪犬圈 然後剛剛那個最後一個問號就是我們這一次這個 臨傳奇裡面的生物了喔 來 點心桃花園 那我們看一下裡面有 撒米鬼東西 看一下有沒有辦法就是打出好成績 好就用這套了好不好 有佛羅啦應該是可以的 鐵和水果這個堂木園啊 感覺應該就是我們那個什麼 應該就是不死生物來寫關卡了吧 應該是 剩錢包 然後這邊是我們這邊的這個 不死敵人 後面還有這個臭老兔 一隻拉面王應該擋得住喔 沒問題拉面王 喔 墳墓 那看來這關的話應該是 還不會出現就是我們這一期的這個 新生物的這個樣子喔 沒問題啦各位 然後這邊的話 猴瀉必須得出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不死猩猩團體啊 欸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怎麼會如此 欸欸等一下 他是那個墳墓耶 完蛋了 我搞錯我以為他是那個 我以為他是那個 一般墳墓 就他居然是 超級專地版墳墓 哇靠 完了 哈哈哈 初見直接被殺了各位 以前都是初見殺 現在輪到 他們敵人初見殺我們了喔 沒事沒事 你就用一個不死的部隊吧 來這個 應該是 應該是穩的好不好 穩字一出 細不細又要出事了呀 我不知道有可能 maybe或許 先來升點錢包 先來升點錢包 然後這邊的話呢 很多角色都會專地版啦 好不好 但是我們這邊帶的這個天使砲應該是ok的 哇他很快捏 完了 他真的超快的 我的天啊 那我覺得要贏 搞不好還是必須得帶那個耶 得帶一下就是那個 暫停的這個東西了 對啊怎麼會這樣 oh my god 完蛋囉 快快快快 把這個 把這隻弄死 哇就是他前面的被進化 不是他 噗 欸不是這邊還塞了一隻紅 哇靠 靠 紅色洗獸也是很誇張 完蛋了 欸我還第一次打臨床奇關卡 這隻你直接輸兩次了耶 那看來還是得要靠那個 這個可以下來了 來帶一下那個 紅色敵人的這個殺手 紅色敵人殺手給他走起一波 應該會比較好 那麼一喵喵吧 那就是灰角貓啦是不是 灰角貓然後這隻 這隻下來好了 反正有沒有 陸王炮應該就夠轟他了啦 陸王炮 然後再帶這二號機好了 二號機可以就是 遠距離炸到那個後面嘛對不對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我剛剛踩到那個連接線了 所以他斷 盾叮了一下 抱歉了喔 然後那邊先砍個廣告線 好那這邊的話呢 再走起一下啊 我覺得這邊的話應該是那個 先想辦法後面那隻 死以獸也要搞定了 我們要把他搞定他 不然我們這邊 可能也是 會頂其慘的 然後應該是要趕快往前帶 然後用飛腳貓他們去打那個 前面的這個部隊 然後那個 鑽地板的那隻就讓他鑽地板 然後我們後面再帶那個 再帶那些比較厲害的角色去弄他 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樣感覺 完蛋了 這加速可能要關掉了 不是啊這也太難力吧 然後我們先 有辦法把他打後面就先打後面去 我覺得這應該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是 能夠多用用我們這個 體驗史砲的環節 應該是 比較舒服的耶 哇 可是我們那邊 叫飛腳貓出去 我們大概就 就要沒那個了耶 就要沒錢錢了耶 我的天啊 哇 錢太少了吧 哇 到底是飛腳貓飛得過去打那個嗎 打到死以獸嗎 感覺好像打不到死以獸啊 完了這看起來是需要那個 錢包聯組的這個關卡了 欸我真的是 哇靠 第一次在那個耶 第一次在那個什麼啊 第一次在這個靈傳奇 直接被教訓到一個爆炸耶 我的天啊 他有耶 哇哇哇 這有點厲害耶 我的天 好沒關係 我們這邊新來開個聯組 我們把那個聯組放上去 應該是頂有機會的 好不好 來看一下喔 我怎麼突然都沒有聯組了 在幹嘛 這隊伍是怎麼一回事了 對啊 怎麼突然我都沒在用聯組了 哈 這鐵金要用那個研究那個 初始錢包的這個初始等級聯組了吧 鐵金要的吧 不用感覺好像 會很慘 哈哈 要錢要錢 需要更多的這個錢錢 然後這邊 然後這個 飛腳貓 這樣就可以了 OK好 就這樣子 好 GOGO 結果到最後 還是必須得花我們的這個 還是得花貓領旗啊 我的天啊 啦 喔好 你這樣走起 哇結果我沒有帶到那個耶 我沒有帶到那個什麼 沒有帶到那個 戰功夫貓貓 這關就可以打快啊 不是啊 我感覺飛腳貓好像也沒辦法 那個耶 弄那個死以獸耶 對啊怎麼會這樣 我弄不掉死以獸耶 挖個地板 從頭給給我 我去後面 然後 待會來看一下那個好了 感覺二號機應該也只會被舔爛的糞 啊全部變那個 過頭了 我覺得應該還是要加那個啊 應該還要加那個 功夫貓咪 不加功夫貓咪不太行啊 噴得好 撐住撐住 需要更多的 需要更多的 有 啊 吸收 吸收我們紅色 有了有了 這應該就有了 出來 哇 有 哇 完了 墳墓墓墓墓又在搞 拜託 哈哈 太難了吧 我的天啊 哎呦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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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剛應該是被進化掉的吧 是不是 應該是 哇塞 哇這個凌傳奇關卡 恐怖兒喔 所以說這個死蟻獸也是很會舔啦好不好 這沒辦法 有啊 哇 死蟻獸還加那個耶 雖然目前還沒有看到新的什麼東西 但是 這一次的這個 凌傳奇來勢洶洶喔 總算是拿到了 好險好險喔 哇 不是 來勢洶洶 凌傳奇啊 我之前打凌傳奇第一關卡都不會輸的這麼慘的耶 我的天啊 這一次居然搞成這樣 我只能說 好像正低有點猛喔 這個 鐵和水果堂木園 大家都用什麼貓咪來打 也可以分享給大家知道一下 我覺得真的 好像挺難搞的 各位 你們有沒有順利通關呢 也可以跟這邊分享一下喔 沒有問題 我沒找到 其實是 對 我會討論你 我會討論你